看看新闻网 众多知名演员 现在来看 这部戏拍得真好 因为促成了两对姻缘 一对是蔡少芬和张静 另一对是吴启华和石阳子 都是在2007年结婚的明星夫妻当 蔡少芬张静依然年我爱 小日子过得欣欣向荣 而吴启华和石阳子 却在七年之阳的关头 宣布分道扬镳 今天吴启华发布微博 作为男人 没有把自己的婚姻生活处理好 这责任我实在难辞其咎 为了女儿 本来真不想走出这最后一步 但事于愿违 看来离婚 是对我们最适合的做法 为此我深感遗憾与难过 我只能用往后的日子 努力把女儿抚养成人 尽量给予她需要的爱 希望能把对她的伤害 剪至最低 吴启华和石阳子结婚的事 当年在娱乐圈还挺轰动的 那个时候香港名气很大的一人 娶大陆姑娘的案例还不多 而21岁的年龄差距 就算割到今天 也依然是可以薄版面的话题 当时的婚礼上 这对新人也没有避讳这个话题 那一年石阳子22岁 在早三年 19岁的石阳子进入演艺圈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狭义传奇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 和大明星有零星几场对手戏 而最大的收获 无疑是吴启华 对于求婚 吴启华原本的设想是带石阳子到国外一个人的感觉 比较浪漫漂亮的地方准备好戒指再求婚 不过现实情节是这样的 还没求婚 我还没求婚 我这个求婚吗 2006年11月 在主持人带头的启哄声中 吴启华在武林大会现场 拿着一支临时道具 发表爱的宣言 令女方感动英语 想不到我们的求婚会在电视上当着全世界人 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你说的那么完美 但是我现在向你保证 从今以后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爱护你 去保护你 去让你幸福 事后石阳子也表示 吴启华是那种不太喜形于色的人 当着电视观众的面 求婚有点迫不得已 不过人对幸福的感受和要求总是会变的 那时候的石阳子 还是个愿意隐于家庭相夫教子的小女子 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也跟她说了 我要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当老婆 我想要一个小脑腻人 这样就在我后面支持我就行了 我不想要一个当远远的老婆 一级我给她信息也是这样 然后她给我的信息也是这样 她可以为我放弃所有事情 她的事业包括她的事业 什么都可以放弃 为了我她愿意 我觉得女人还是家庭重要一点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是事业型的 我就是说希望我的家庭 甜甜美美的 我就已经很 她对事业也不是很大野心 说我一定要红 一定要专业 那我就不结婚了 有事业野心就不结婚了吗 现在听起来这句话 像是打下了一个埋伏 2008年12月 吴启华和石阳子诞下爱的结晶 初为人妇的吴爸爸 表现得十分幸福 他总是要抱着才能 才会睡 开始的时候这样抱着 这样就能睡 慢慢就要摇 两边摇 两边摇都不行 就上下 不然两边摇 摇这么厉害 就一边拍一边摇 虽然那时候一家三口 还是其乐融融的样子 但从吴启华的一些访谈中 不难听出 石阳子对于带孩子 一直并不算热衷 崇拜都是我的 对他跟我很好 就除了我 岳母之外就是我了 22岁的姑娘 世界还没来得及见识太多 在爱情面前 当然是很容易缴械投降的 但在平淡的流年里 能不能一直自得其乐 就不单单是最初的爱 可以支撑和满足的了 在今年5月的用词采访中 吴启华已经流露出 很明显的黯淡情绪 平淡的分开的时间也挺多 其实也挺难维持那个关系 可能就已经升华到一个 像亲眼的关系 现在女儿在长春丈母娘家 一家三口分居三地 也许这就是吴启华说的 离婚是最适合的方式 不管是不是还有缘分 继续做夫妻 未来的生活都应该且行且珍惜